我想所有人都希望自己的小朋友聰明伶俐,老人家又不要有老人痴呆, 又不要有柏金信正,应该怎算好呢? 介绍大家吃两样东西,很简单的,就是紫菜和海带, 资料取自顾小培博士的著作,其中一本叫《抗氧化除病原》 它里面提到,如果你想不痴呆遲鈍,就要吃紫菜和海苔 它的解释就是,原来在海洋里面有一种浮游生物, 它吸收了海洋的流化物之后, 就会产生一种简称DMSF的物体, 它会在山湖里吸收,然后多度流到附近的海水 这些DMSF就是鱼和海鳥最喜欢的食物, 因为它会令到它觉得很保暖, 不会在零下的温度觉得迟钝失去了功能, 而这些DMSF对鱼的帮助就是令到它游得更好, 而在我们人身体上又有什么益处是很重要的, 原来我们身体不停地将各种各样的蛋白质代謝, 我们的过程包括将它分拆了, 然后成为个别的氨基酸, 在过程中就会产生了一种叫做HC的物质, 这不是好, 因为我们的关节里面的软骨主要的成分就是骨胶原, 这些是好像由三条泵边仔的蛋白质来卷成的, 这个HC就会令到这个程序又变化, 就削弱了这个软骨的结构了。 如果我们不偏食的话,身体上的叶酸就可以化解了HC的毒素, 但是如果我们不够这个叶酸, 能够吸收到这个DMSF就可以补充其不足, 所以这个DMSF是令到我们的协调肌肉里面的多巴胺神经组织更健康。 如果这个有问题的话, 这个神经组织有问题, 那就大件事了, 即是会可能导致柏金信症, 所以如果是避免这个有柏金信症, 我们就要吃多些这个紫菜和海苔。 另外,这个DMSF还可以有什么效果呢? 原来它能够令神经细胞长多些粥素, 好像伸多些手出来那样。 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保健效应, 因为如果你神经细胞越多粥素, 互相接触传达讯息的能力就越高了。 所以如果能力越高的时候, 即是小孩就越来越老根灵活。 至于成年人, 就是可以帮助防止老根迟钝, 以及将衰老痴呆这个步伐是减慢的。 所以这个DMSF对于我们身体是很重要, 而食指菜和海带就是有这个DMSF在。 所以如果朋友, 你食素自然, 很多时候会食紫菜和海带, 就算你是吃分食的, 这个也可以日常加在你的餐头之中。 特别紫菜很多小朋友, 当是一个零食来的。 就算是老人家, 或者是成年人, 你听了这个个案之后, 会不会多吃些紫菜呢? 每日吃一片两片, 都是很好的。